大家好 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月湯社報導 月共中央政治局7月19日發布公告 宣布月共總書記阮父仲誓誓的消息 公告說阮父仲由於年老體虐 在患病一段時間 接受頂尖醫學專家的全力救治和家人照顧後 在7月19日下午1點38分 在河內108中央軍隊醫院去世 在年80歲 而之前一天官方通報阮父仲接受治療 權力移交給國家主席蘇林 並被授予金星勳章 月共中央政治局發布通知說 阮父仲因健康問題需要接受治療 由今年5月才當選的國家主席蘇林站待職權 負責指導月共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和書記處的工作 時間一天就傳出阮父仲離世的消息 多少都令外界有點意外的 阮父仲2021年第三次當選為中央總書記 成為胡志明和黎筍之後任期最長的月共最高領導人 阮父仲在第一個總書記任期期間 確立了越南與中國、美國、俄羅斯等大國的平穩關係 如果說他任內中央關係相對友好 更貼切的分析就認為阮父仲帶領越南確立了與大國的關係 確保越南在日益激烈的中美博弈格局中 繼續左右逢源的 去年9月美國總統拜登訪問越南 雙方將關係提升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而去年12月 習近平主席訪問越南在與阮父仲會談時 雙方宣布中越兩黨兩國關係新定位 在深化中越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基礎上 攜手構建具有戰略意義的中越命運共同體 去年年底可以說是越南與阮父仲的高光時刻 中美兩國元首先後訪問越南 美國更拉攏越南制衡中國的味道越來越濃 越南也拋出了多項的紅心萬象計劃 包括要建立自己的稀土開彩和野煉生產鏈 又希望建立芯片工廠等等 打通南北的高鐵計劃更傳出傾向與日本合作 動作不斷 不過踏入2024年受到外圍經濟疲弱 越南出口以雙位數字大跌 經濟情況並不樂觀 同時多名高層領導人也接連因為違反黨兵 或涉及不當行為而下台 包括被視為遠赴重接班人的前國家主席武文賞 隨著前公安部長蘇林接讓國家主席 外界分析人士就指出 這是蘇林成為越共總書記的跳板 而他的最大競爭對手是總理范明正 意味著接下來越共內部權鬥可能會激烈化的 而就在遠赴重病重的消息發布的同一天 曾同意與中國妥善處理南海爭端的越南 向聯合國大陸假界限委員會提交越南版的 南海外大陸假畫戒案 同日越南還向聯合國提交了反對召回 回應菲律賓6月14日提交的 南海外大陸假畫戒案 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就回應說 越南單方面向大陸假界限委員會提交的 南海外大陸假畫戒案 他相關主張涵蓋了中國南沙群島的部分區域 侵犯了中方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 違反了聯合國憲章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等國際法 違背中越兩國簽署的 關於指導解決中越海上問題基本原則協議 以及違反了中國和包括越南在內的 東南亞國家簽署的南海各方行為宣言 中方對此堅決反對 已經向越方提出嚴正交涉 林劍說 根據大陸假界限委員會有爭端 不審議相關的議事規則 委員會是不會審議和認定 越南和菲律賓的有關劃戒案 這類的舉動實際上是沒有任何意義 只會突出分歧、激犯矛盾 無益於爭端的解決 中方將會堅持通過對話協商 和有關方面妥善處理南海的爭議問題 簡單總結 越南政局變化 美國是最不樂見的 越南公然接待俄羅斯總統普京 是發出不理會歐美反俄立場 對中國而言 菲律賓已經把南海問題 拿到聯合國的相關組織那裡 多一個越南情況會更複雜 但同時 大陸的架限委員會更不好處理 也不會有什麼定論 初步來看 俄羅斯總統普京訪問越南 打破了美國壓制的一個缺口 收穫是最大的 另外 美國的政局對中美關係的影響 不僅中美政商界關注 歐洲甚至全球多國也高度關注 南華早報的報導援引分析人士說 歐洲和日韓等亞洲國家擔心 特朗普的勝利可能會在國防成本和貿易領域 和亞洲盟友評估由此帶來的潛在影響 並且在某些情況下 重新調整自己的對中國態度 綜合文章的結論是 對歐洲來說 一旦特朗普提出令人難以接受的涉華要求 他們將有選擇地作出反擊 而在亞洲 日本將會根據特朗普對華立場調整政策 如果特朗普認為拜登對中國過於強硬 日本將會緩和對華關係 而韓國國內也可能有人 因為特朗普的孤立主義損害韓國利益 而要求政府重新調整對華立場 特朗普回朝肯定對中國擺出強硬的姿態 中美貿易戰很大機會會加劇 但同時特朗普式的美國優先掛在嘴上 美式霸權將會進一步損害美國的國際形象 事實上 即使是表面推銷自己在道德高地上的 拜登領導的民主黨政府 近日也被指失去全球很多年輕人的支持 7月17日 新加坡國防部長王永宏 在美國科羅拉多州參加阿斯鵬安全論壇 在與美國外交政策雜誌主編對話的時候 王永宏就直言 西方在加沙衝突中扮演的角色 已經激怒了世界很多國家的年輕人 不單是穆斯林 他警告說美國可能會因此失去政治支持 在對話期間被問到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印尼的穆斯林 對西方在加沙所扮演的角色有什麼看法的時候 王永宏用了一個單詞回答就是憤怒 他補充說不單是限於穆斯林 包括新加坡在內的很多國家的年輕人當中 也普遍存在這種情緒 當被問及到美國是否會因此失去軟實力的時候 王永宏就說軟實力不會失去太多 但她認為在很多國家西方失去了年輕人的支持 所以美國會失去政治支持而不是軟實力 王永宏說以色列在加沙軍事行動對所有的人來說 都是痛苦的 他同時警告更廣泛的問題是在於 這個可能會擴展到加沙和以色列以外 例如是伊朗 他補充說加沙衝突使到阿拉伯國家 難以和以色列恢復關係 他還強調當烏克蘭和加沙的兩個戰場正在進行的時候 世界不能承受亞洲出現第三場衝突 自從去年10月7日新一輪巴爾衝突以來 以色列在加沙軍事行動已經造成加沙地帶 超過3萬8千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其中大多數都是婦女和兒童 超過8萬9千人受傷 在加沙人道主義危機不斷惡化之際 以色列並沒有理會安理會要求立即停火的決議 而仍然繼續展開軍事行動 美國是以色列最大的軍事援助供應國 以美國為首的多數西方國家一直以來都堅定支持以色列 當前以色列和西方盟友正受到來自國內和國際社會的輿論壓力 今年5月 對德國民調機構拉塔納調查公司發布2024年民主感知指數報告 報告發現美國在本輪巴爾衝突中對以色列的頑固支持嚴重損害了它的聲望 導致美國在中東、北非以及歐洲等地區的受歡迎程度急劇下降 相較之下各地區對中國的正面看法正在持續增長 報告顯示自2023年年初以來 美國的國際聲譽受到了打擊 全球受歡迎程度在過去一年下降了5個百分點 這個指數顯示 美國政府在加沙戰爭中對以色列的堅定支持 遭到了穆斯林佔多數國家的強烈反對 更為重要的是歐洲國家也加入了 不歡迎美國的陣營 對美國持正面看法的受訪者比例 從2023年的18%下降到2024年的10% 在接受調查的地區中位列最後一名 結論就是拜登在位四年不斷拉幫結盟 逼其他國家在中美之間作出選擇 已經令很多國家感到無奈 如果特朗普上台又推翻拜登的一些外交政策 美國的盟友又要經歷過山車的感覺無所適從 也會令美國的聲譽再受打擊 大家好 巴士的布除了在YouTube有視頻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都有視頻看的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製作內容需要投入很多資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布 訂閱石樓台 有你的支持我們才可以繼續製作節目 多謝大家